大家都知道 一个机械化师从M国本土 投送到东半球的中东地区 500辆主战坦克从海上运输最快要一个月 因此兵力的远程投送 是现代化战争的一大难题 就是说你从陆地运输超过1000公里以上 太空的卫星 天空的侦察机 还有渗透过来被收买的情报人员 时时刻刻都会掌握到你的坦克 火炮 装甲车 还有导弹的去向 判断出你的作战意图和战术思想 以及你的火力配备的基本情 各位所长 这边请 珊珊 原来是在网站军事馆看过 今天看到实物了 听了讲解 接触了808旅的官兵 感觉就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怎么说呢 感觉很自豪 很感慨 也很有压力 这压力从哪儿来的 以前我们是战胜过808旅 可是那是一次侥幸 真的是侥幸 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再不努力的话 一定会为他们打败的 我有这种感觉 八龙八旅是我军入军的传统代表 是一只血腥之士 敢打敢天 不怕牺牲的精神 永远是我军的传统 我觉得我们参暴日也应该加强 血腥品格的效益 你们说得都很好 这也是我们四有军人教育的重要一课 习主席在塑造四有军人的指示中 为什么专门提出当代军人要有血腥 我认为血腥是军人的本性 也是打赢胜仗的底气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 和平环境兵绝不能带胶了 卫武之师还得卫武 军人还得有血腥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精神 绝对不能丢 请这边看 我们八零八旅 有数不完的光龙和功勋 但也有失败的历史 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 但也是一次激励我们奋起的契机 我们王可征旅长 要求我们把这块碑石 放在前庭最醒目的位置 就是要让官兵们进入军事馆 首先想到的 就是我们这次惨痛的失败 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会败 我们还能不能翻身 荣誉是过去的 失败的危机永远存在 感谢观看